目前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的比赛正在进行中 接下来中国女团将对战日本女团 在这一次的备战期间 国平内部发生了三个重要消息 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消息分享一下 马龙退役转型反转的情况 在巴黎奥运会开始前 其实很多球迷都考虑过 马龙接下来退役的问题 因为结束了奥运会 马龙估计很难再坚持到下一站洛杉矶奥运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续马龙到底有没有可能选择退役 然后留在国家队执教 关于这些问题 团冠军争夺战之后 马龙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第一个就是暂时不考虑退役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没有考虑过做教练的问题 马龙的这番回复 估计和外界的猜测 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和反转 估计很多期待马龙做教练的球迷心都要碎了 因为以马龙的形象 还有他的影响力 将来如果可以带领国平前行 他所做出的成绩 估计只会越来越出色 会和刘国梁一样 能够让国平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既然现在马龙暂时表态 没有考虑过做这方面的工作 可能将来他或许会去从事其他的行业 也有其他的想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球迷 我们也只能够把祝福送给马龙 尊重他的选择 第二个消息 分享一下张继科被批评蹭热度的情况 在最近巴黎奥运会进行期间 沉默已久的张继科 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发布动态 首先在樊振东夺得了 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之后 张继科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 祝贺樊振东多年的诺言终于实现了 除此之外 在直播间当中 他还调侃了世界第一的王楚钦 止步32强 另外一方面 他在回复球迷的评论中 还谈到了自己退役的一些内幕问题 疑似不满意当年自己的主教练被换 而如今 马龙夺得冠军卫免男团金牌的时候 张继科又再度在社交平台点名了马龙 祝贺他这一次取得佳绩 但没有想到 张继科这一系列的操作 在有些球迷看来 却一是在蹭热度 球迷认为 张继科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国家队的人 而且前段时间口碑也备受争议 没有必要在大家开心的时候 做这么一出事情 对张继科来说 或许低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最后一个消息 分享一下樊振东被点名的情况 当然这个点名是好事 在最近樊振东跟随中国乒乓球男团 征战奥运金牌决赛的时候 著名歌手陈奕迅 还特别在社交平台点名提到了樊振东 说自己刚刚结束了演唱会 下班之后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视 来收看樊振东的决赛 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陈奕迅是非常有国家荣誉感 而且也非常为中国乒乓球队感到骄傲 很喜欢樊振东 这一点估计是很多球迷粉丝都没有想到的